冰封求生第18天 晴天在打造冰雪城堡的过程中 突然身后的雪墙被探望的受影师滑雪给撞倒了 无奈我只能将倒地的雪庄进行复原 包吻又去查看之前投放的鱼笼 却不料鱼笼被冰彻底冻透 我用尽了各种办法也无法取出 无奈只能回庇护所拿出之前的冻鱼杆 加入雪花猛炖了一锅鱼汤才能明强冲冲击 早上起来利用雪花烧了一锅开水泡了一桶泡面作为早餐 这面味道真不错 建造雪屋工程巨大 首先需要制作大量雪庄 然后利用刮板刮去多余的雪流成合适的尺寸 再将标准的雪庄一块接一块砌成墙铁 砌好的雪墙还需要利用雪花抹平雪庄之间的缝隙 然后再撒上天阳墙里比比较 使建好的雪墙更加坚固 通过我这半个月的不懈努力 终于将雪墙的主体给建好了 哎呀你咋连个门都没留 哎呀大哥只顾着建门都忘留了 哎呀最下巴BQ了 不要放心吃点伤姑娘压压筋 没那么问题明天我想办法